這是兩面角 怎麼是兩面角 你把它掛起來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裡有個平面 然後呢 這兩個平面的夾角呢 這兩個平面的夾角呢 我們就稱為兩面角 但是前提是 你看這邊喔 我們這邊寫的是說 這條線啊 你看到這邊 跟這個平面相關 這個 AC AC 直線 跟這個 AB 直線 有沒有 這兩條線必須要 都要跟這個什麼 跟他們兩個共用的這條直線有沒有 都要互相垂直 都要先垂直 然後垂直完以後呢 這兩條直線的夾角呢 才就是兩面角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會啦喔 你不能說認取兩條直線 就找他夾角了 譬如說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一條直線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舉例啦 你看這邊 這有兩個平面 然後呢 這條直線長這個樣子 這個直線長這個樣子 請問你他們的夾角是哪一段 夾角是這個部分 跟我如果這樣畫的話 請問你 他們兩個的夾角會不會一樣 肯定不會一樣 對不對 雖然這個直線 從頭到尾都在這張紙上面 可是因為你取的那個直線 不一樣 會造成你這個夾角呢 就會不同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 你要先記一下喔 第一個就是 我們取的直線呢 不好意思 我們取的直線呢 第一個 要先跟他們兩個共用的這條直線 有沒有 要先垂直 然後垂直完以後呢 這兩個直線的夾角呢 才是我們的那個夾角 所以接下來 第一個我們說 第一個我們先取一點A 然後呢 取兩個直線 然後這兩個直線呢 都要跟他折邊垂直 折邊垂直指的就是這條線 這個紅色這條線有沒有 要垂直 然後呢這個我們講出來 這個角BAC 才會在兩面角 會啦 OK 好 那這個 接下來我們接下來是這個東西 投影 圖形的面積 好 什麼意思要投影直線的面積呢 比如說 呃 我們看一下 他說 有兩個平面E跟F 然後呢 他們的假假是這個 θ 如果我們把那個E 的那個圖形呢 投影到F上面的話呢 那麼他說他的面積 會原來面積的什麼東西 xcosθ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好 原來平面長這個樣子的 這是 這是其中一個平面F 然後呢 另外一個平面呢 是長這個樣子的 好 這是平面E 然後我把他投影到上面 投影到下面去 好 我投影完之後 會長怎樣 來 投影我往下放對不對 好 好 投影完以後這個 我現在畫出來的藍色部分 我現在畫的藍色部分 就是那個 平面E 把他直接放下那個平面F上面 然後我問說 這個面積的能夠散 這樣子 那他的答案呢 很簡單就是 原來這個E的面積呢 乘以cosθ 那這其實很簡單嘛 我就想 如果我從直線來看的話 不是一樣的概念嗎 假設這個是直線L 這個是直線M 請問你 M在L上面的那個 性能多長 怎麼看 好 M在L上面指的是這段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講是θ 講的話 請問你 這段我上這段 不就是M 乘上cosθ嗎 因為cosθ 定義是什麼 斜邊分之零邊嗎 對不對 那當我把M 斜邊 斜邊乘上斜邊分之零邊 那不只剩零邊嗎 所以打算出來對不對 那直線這樣算 再把面積也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你可以這樣想 面積其實就有很多很多直線 把它組合而成的 這樣會不會 可以啦 所以接下來 第一個我們就知道 什麼是兩面角定義 這個C打角怎麼算出來的 然後呢我們用兩面角 把C打角角角出來之後呢 去帶到我們球的面積 會吧 好 第三個來 這個請打100顆星 這個是考試的一之一大重點 就是三層限定的 考試必考的 而且這個我們禮拜六應該 還會再花一點時間再講一次 好 那什麼是三層限定的呢 這個圖很重要 你要把它背下來 圖要把它記下來 就是說 他告訴你說 如果有條直線AB 這條直線AB 這個紅色直線AB 垂直於這個平面E與B點 然後呢 有另外的直線L L這條直線 也在這個平面E上面 那麼他說 如果B投影到這個直線 L上面是C點的話 他簡單是說 如果我告訴你說 B C 跟這個 L垂直 他的意思是這樣說 所以他講說 B投影到L上面的C點 他意思是告訴你說 如果B C 跟這個L是垂直的 那麼 他說 N C 跟這個L 也會垂直 這叫三垂線 什麼意思 三條垂線裡面 只要兩條垂直 第三條一定會垂直 好 再講一遍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總共有四個動作 你看一下喔 第一個動作 AB先垂直 你剛才把這個動作先講 AB垂直 有沒有 E AB先垂直 這個 BC 看到了嗎 AB先垂直 BC 因為BC很明顯 是在這個 那個平面E上面 欸你要記一下喔 如果這個線段AB垂直於這個E點的話 欸假作垂直於平面E的話 請問你 E上面的任何一條直線 會不會跟他一次垂直的 只要通過B點的話 肯定會垂直嗎 對不對 比如說我現在畫一條 我請問你 我現在畫一條 只要通過B點 會不會跟這個AB垂直 一定會嘛 只要通過B點就會垂直的 聽懂嗎 好 那所以我們說 如果我告訴你說 AB垂直於BC 然後BC又垂直於L BC又垂直於L 則L跟這個AC 也會垂直 所以總共會有四條線 好第一條 第二條L 第三條BC 第四條AC 四條裡面只要三條垂直 第四條就會垂直 也就是反過來講 如果我先告訴你說 二跟三垂直 三也跟一垂直 那請問你 四會跟其他垂直 四就會跟誰垂直 四跟二垂直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接下來喔 我要講一遍喔 一跟三垂直 三跟二垂直 那則四跟二就一定會垂直 會啦齁 彼此就兩個互相垂直 好把它劈下來 所以看到沒 他說 像我們講的所謂的那種 斜切三明治啊 就是練這個概念的 好是由四個字他有所組成的 會啦齁 OK 然後呢這個三垂直定理的這個 變形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看那個圖好了 那個題目好了 我們先看題目 三垂直的話可能就是 下一個三課再講 來我們先看題目 請看範例三